警方出動快打部隊到場 十幾名男女聚集 其中幾人酒後醉犯 話都說不清楚 跟你們報告一下情況 就是我們是剛剛這邊喝酒 還有人想趁亂駕車離開 被嚴肩援警發現 呵斥下車 不要走 然後有一個 停車 台中豐原水原路上一處小吃店 20號凌晨發生大群架事件 37歲周姓男子 與23歲徐姓男子 各自與朋友聚會喝酒 結果不勝就力 其中一方不瞞對方 疑似佔用廁所太久 雙方起口角眼不合 展開全五行 其中周姓男子 還露來24歲 友人持旅棒 狂毆許姓男子 導致他慢身上頭破血流 我們就看到那個男的 被打到頭破血了 就有了便宋 便宋給他一邊 事後現場血跡斑斑 徐姓男子頭部撕裂傷 全身多處擦傷 最後一共七人被帶回警所 訊後將動手之周明等二人 一涉嫌刑法傷害罪嫌 移請地點署偵辦 本事朋友間開心聚會 結果黃糖下肚情緒失控 變成大亂鬥現場 恐怕還要吃上刑責 得不偿失 詹姓陳隆 戰友憲珍 台中採訪報導